我們看到孫中山先生讀書年代的香港 給大家一點印象 這是中環 左邊這間建築物是寶順陽行 一個很有名的Dance 右邊這間就更厲害了 這間就是魚鵝、渣邊 就是我們香港的第一間英國商行 這間碼頭是後來的 那時叫做筆打碼頭 後來就變成複宮碼頭 就是那個位置 所以看到我們 這個大概到160年代的時候 160、70年代的時候 香港已經是 好像一個歐洲的城市一樣 後面那個 有一個大中樓 這個大中樓 後來就是因為 馬路要擴闊 要行私家車的時候 就把這個大中樓拆掉 其實是挺可惜的 在看影片之前 大家記得分享、讚好 和訂閱卓劍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在這間的影片 各位朋友,五安 今天這個講座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關門了 大家可以透過網線上去看 為什麼會有這個講座呢? 我想首先交代一下 因為大概在1月的時候 我們知道冠狀病毒 這次疫情最初在武漢開始爆發 然後蔓延去全中國 現在來說,很多國家都感染病 所以我突然凌基一觸很奇怪的腦袭裏 突然浮出一個畫面 就是1911年的新學革命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 推翻滿清或者我們說 推翻二千多年的專制統治武漢起義 正正在武漢這個地方爆發 而它的輻射作用很厲害 最後影響了全中國 於是終於建立了民國 我想大家對於這一段歷史 周圍革命是什麼一回事 或者是孫中山先生在這個過程裡面 扮演什麼角色 我想大家可能不會太 有很多事情會混淆了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今天也是3月12日 大家朋友記不記得3月12日是什麼日子呢? 我記得我讀小學的時候已經有了 3月12日就是植樹節 大家都知道今天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寄神 1925年的3月12日 孫中山先生就在北京逝世 所以是很特別的日子 我們在植樹節這一日 我們回顧新學革命的歷史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首先和大家簡單地講一講 因為我們這個題目是香港、廣州、武漢 所以其實我們這三個城市 我們在這個講座裡面都會接觸到 我們首先見到孫中山先生 17歲的時候 他在台香山回來 孫中山先生是1866年 在鄉山的翠鏗村出生 然後他其實比較遲才讀書 12歲就跟著他媽媽去了夏威夷 去了台香山去跟著他哥哥 因為他哥哥孫昌 這個孫尼很早已經去了台香山的法子 而且法典都相當不錯 所以孫中山先生的母親 所以他就跟了他媽媽,和12歲的孫中山 就去了台香山 然後我想那邊之後 一直都讀書 因為他哥哥對他很好 不需要他做什麼苦工 我們知道他去到那邊的人 都會比較勞力的工作 孫中山先生一直有機會讀書 他讀的都是聖功會的學校 到了他 17 岁的时候 因为他想信基督教 当时他家习习习习反对 所以他说他说 不行 我不如送你回乡 结果他回到水亨村 但大家知道 那片段很多习都提到很传奇 他在一家庙中 把神像的手撑断了 他来到香港 來香港後,他最初讀拔稅書室 我們看到這樣的時序表 為什麼會讀拔稅書室呢? 因為他在彭香三讀的學校是一間聖工會學校 所以好像順理成章 回來香港讀的學校都是聖工會學校 但是他在拔稅讀了很短的時間 然後他去了中央書院 中央書院我們今天叫做黃隱 我們今天叫做黃隱書院 這些學校是在1862年的時候成立的 是一間非宗教的學校 因為在此之前,香港的學校大部分都是教會學校 不是教,不是基督教,而是天主教 所以在1862年的時候 政府成立了一間非宗教化的學校 這間就是黃隱書院 那一年代叫做中央書 孫中山先生讀書讀得很有趣 因為他在1883年入學 入了學校讀書 沒多久,他就回鄉下結婚 那一年代可以這樣 可以回鄉下結婚 結完婚之後又回來 在他畢業之前,他又去了台鄉山 去完台鄉山又回來 反正他去到1886年的時候 就畢業了 完成了他的中學階段,高中階段 然後他去到廣州的國際醫院 附屬的學校讀 但很快就知道香港的西醫書院會開課 所以他就回來西醫書院 在西醫書院一直 由1887年 他是第一屆 一直讀到1892年 畢業 獲取好好的成績 然後他去了澳門 大家會一直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先中山先生畢業之後 不在香港繼續行醫 因為他那時候 在西醫書院拿到的 不是一個學位 其實是一個證書 即是不符合在香港行醫的資格 因為香港那時候 西醫全都是英國人 所以他們就不讓他們行醫 所以他最後去了澳門 在澳門他先後是在鏡湖醫院 和中西藥局 他後來自己開了一間診所 叫做中西藥局 待會我們會再講 然後他去了廣州 其實他在澳門的時間很短很短 然後他去了廣州 在廣州 他開了一間叫做中西藥局 不是中西 是東西 又是時間不太長 去到1894年 他去了天津 就上這個李鴻章書 在這個李鴻章書裏面 亦都提出了 如何去改革中國 因為那年代 我們看到當時的中國 只是處於一個 四面楚歌的時代 我們兩次鴉片戰爭 打敗了中華戰爭 其實也沒有什麼 但最後一樣是要賠款 去到上去的時候 就想見李鴻章 當然我們現在看回頭 其實這件事 李鴻章真的沒有什麼理由會見他 因為當時他完全是 可以說是一個 沒有人認識的 一個年輕人 加上1894年 我們知道其實中國發生什麼事 我們剛剛是和日本 打這個鴻章 戰爭的神 然後他去了譚香山 成立了這個 輕忠會 這也是我們中國 近代第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革命的團體 然後他在1895年 第二年回到香港 跟香港當時另一個 議政團體 叫做富人民社 大家談談 大家就合併了 富人民社的領導 主要是楊卻環和謝贊派 大家一起合作 成立了香港輕忠會的一個總部 很快他們立刻就策動了一個起義 這也是先中山策動的十次起義裡面的第一次 就是我們叫做月尾起義 但是這次起義其實還未正式起事 消息已經洩露了 廣州的清政府已經有準備了 所以一來就拘捕 孝中山先生走得快 他又走了澳門 澳門走回來香港 但是最不幸的 一個叫陸浩東 就是成立了 這個可以是 這個生涯革命裡面第一個 是犧牲的一個年輕人 大致上就是簡單地說了 孝中山先生 你會發現他在香港讀書 在澳門行過醫 在廣州行過醫 所以這幾個地方他會比較熟 其實他最熟的就是香港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到這個地圖 我們看到這個地圖 其實孝中山先生最熟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圖 看到的地方 我們看到他在香港 我們去到澳門 過了這個珠江口 隔了就是澳門 然後我們再沿著珠江 一路上去 去到頂就是廣州 所以他最熟的就是這三個地方 其實就是 後來他策動的很多的起義 其實都是廣州 就是因為他很熟的地方 我們看到孝中山先生在香港 他結識了一班 志同同學的朋友 大家看到就是 陳小白 尤烈 關景良 就是楊學寧 楊學寧 其實沒有什麼 認真參與這個革命 後面那位 關景良 就是家裡比較有錢 他爸爸是關元昌 是一個牙醫 所以就不准去參與這些 這麼危險的東西 最後真的參與革命 我想是由列同神說法 參與會比較大些 這個就是孝中山先生讀書的地方 就是這個中央書院 這是第一代的中央書院 就是歌腐街 其實就是 下面這條路是王后大道西 上面那裡才是歌腐街 上面那裡才是中央書院 這裡很短時間就搬去 今日P&Q的位置 我們後來去到50年代的時候 就是一個警察宿城 一個已婚的比較俗成 西醫書院其實也是附近的地方 所以我們發現其實在上環半山 很多地方都是孝中山先生 他住的地方 他讀書的地方 上教堂的地方 其實都是很近的 所以這一帶也是他最熟的 這個西醫書院其實就是 何啟先生 他所成立的 何啟 就是他有個夫人 是一個英國的女子 但是很可惜 他回到香港 他在英國讀完書 他太太就過了身 所以他就成立了一間 叫做雅麗士利濟醫院 去紀念他的亡妻 這個雅麗士利濟醫院 後來的名字就越來越長 最初就叫做 Alice Memorial 紀念雅麗士 就是他太太 接著就加上他的姐姐 他的姐姐叫做何妙玲 何妙玲就是五庭方的太太 所以最後加上拿打素 現在大家就認識 最後那個字 拿打素 其實他的名字是 Alice Hormulin Nefthasol Memorial Hospital 其實是很長的一個名字 這個就是 現在藏在英國 Welcome Trust 這個地方的 一個孫中山先生的 一張詞卷 一張答題的詞卷 我對於我完全不認識 不過我問了很多 讀醫的朋友 如何看 他們的回答 通常是 考試來說 一張圖也算畫得不錯 我們看到這個就是 孫中山先生讀書的年代 香港是怎樣 給大家一點點印象 這是中環 左手面這間建築物 就是寶順陽行 一個很有名的Dance 就是寶地陽行 右手面這間就更加厲害了 這間就是 而我 就是寶頓 就是我們香港的第一間 英國的商行 這間對出來的 這個碼頭 就是後來的 那時候叫做 不打碼頭 後來就變成 屋宮碼頭 就是那個位置 所以看到我們 這個大概到160年代的時候 在160、70年代的時候 香港已經是 好像一個歐洲的城市一樣 後面那個 有一個大中樓 這個大中樓 後來就是因為 馬路要擴闊 要行私家車的時候 就把這個大中樓拆掉 其實是挺可惜的 另外就是這個 也是近住海邊 你看見很多的商行 很多客棧之類的東西 給大家一點點感覺 當時的情況 香港的情況 好了 去了澳門 他就去過鏡湖醫院 那裏行醫 但是可能 他的經歷不太好 他自己開了一間 叫中西藥局 中西藥局從哪裏來的呢 其實 也有些人考證國 相信就是這間人治堂隔離的位置 其實這間也是一間藥局來的 一間叫建文藥局 其實就是那個位置 在那裏來的 這個人治堂是一個葡萄牙 一個很有名的慈善機構 它的歷史內不得了 講成幾百年的歷史 這是澳門分店 總部是葡萄牙來的 這個建築物現在還在這裏 這就是他去到廣州的時候 開東西藥局 在雙門底附近的地方 這個地方 其實就差不多是 今天近接北京路那頭 好了 孫中山先生 其實他在1895年開始 走上了革命的路 即是他覺得 一定要通過革命去推翻滿清 中國才有前途 我們再回顧看看 其實在孫中山先生起義的時候 過了兩年之後 就有康有為他們提出的 所謂無出維新 我們都知道無出維新也是失敗的 但是你會看到 有兩個不同的方向 一個是維新 用一個立憲的方法 就是學日本或者英國這個方式 另一個就是 川東山先生他所要走的路 就是要革命 用一個武力去推翻清朝 我們看看這裏的十次的起義 第一次是廣州 最後那次也是廣州 你就知道他對廣州為情侶服忠 剛才我都說了一大論 其實廣州是熟的 而廣州 亦都是全南中國的政治中心 廣東省的省會 我們通常叫省蛇 所以來講 他第一次在廣州起義 剛才提過這次是 未開始就失敗了 真正正正起了第一槍 是惠州的三州田起義 這個惠州三州田從哪裡來的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東部華僑城 這個三州田其實就是在東部華僑城隔離 你現在離開了東部華僑城 你就會見到會有這個 會見到現在有一個紀念碑在那裡 這個就是三日革命一百年的時候 他就做了一個紀念碑去紀念三州田起義 接著就乘扎這些起義 有些在潮州 有些在惠州 有些在惠州 比較特別的就是 接著就去了西邊 去了廣東的西邊 大家知道 其實廉州 或者陰州這些地方 現在屬於廣西 以前這個地方屬於廣東 都是廣東的西邊 最後到雲南 你會發現 其實這幾場起義裡面 孫中山先生親自參與的 就是廣州起義 第一次的一百九五年 另外一次他親自參與的 就是鎮南關起義 鎮南關起義 他開了第一槍 他去那裡放大炮 他被他放了一槍 其他那些 其實就是 孫中山先生都不在中國 基本上 因為他一直流亡 由一百九五年 一直流亡 到生日革命成功 所以他有十幾年的事態 就不在中國 在這裏 我想和大家 重溫一下 黃花崗起義 是什麽回事 因爲 我們等一下會把 黃花崗起義 和老昌起義 做一個比較 可以說 同盟會去到山窮水盡 因爲 我們看回頭 所以其實 跟著那幾次 全部是同盟會的起義 所以這也是同盟會舉行的 即是他們所策劃的 一次相對大型的起義 當時就是 原先的計劃 是真是江瓦船打老虎的 他們是十路進攻的 本來是有十路去進攻 打廣州的總督署 想拿了廣州 其實那個策略就是 拿了廣州 用廣州作為一個根據地 然後打上去 這個就是孫中山先生 由第一天開始 到他過身那天 都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首先拿了廣州作為根據地 站在陣腳 然後用廣州作為根據地 走路打上去 最後能夠統一中國 這個就是他的策略 但是來說 就是 我們知道同盟會之後 在興中會的時候 基本上這些會員都是廣東人 但是同盟會 所謂同盟 其實是把很多中國其他地方的 一些反清的組織聯合在一起 所以什麼人都有 所以同盟會他們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他們運了那些人去廣州 在廣州一上去被拘捕 一見惹鬆就拘捕 你現在回廣州 怎麼都拘捕你不了 因為廣州 我想現在說普通話 比廣州話更多 但是那年代是沒有人說外省話 所以一見外省人就可以拘捕 就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基本上是 那年代完全是廣東人世界 所以這班人 有些是湖南來 有些是湖北來 有些是南洋來 有些是福建來 所以什麼話都有 所以一見 雜不論說什麼話 你都可以拘捕去一邊 慢慢審都可以 所以其實這一次黃花崗起義 孫中山那年代是在賓城 籌了一大不詞 因為孫中山是由日本 他沒有辦法 因為日本政府叫他走 因為清政府都施壓 即是說不可以讓一個人繼續活動 於是孫中山先生去了新加坡 大家知道新加坡有個地方叫晚程縣 孫中山就住在晚程縣 就是張永福為母親而設的一個別墅 但是新加坡之後 新加坡也沒有辦法立足 他去了賓城 所以最後在賓城籌了一筆錢 匯那筆錢回來 就是黃花崗起義 但是黃花崗起義真正進行的時候 孫中山在資格高 他在美國資格高 其實孫中山先生一邊做的事就是賺錢的 其實跟現在的大學校長差不多 因為是賺錢 大家知道賺錢是很難的 我經常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孫中山策劃了十次起義 有人肯捐錢 頭一兩次有人捐錢是不奇怪的 但你搞到第十次 誰肯捐錢給你 看到你一定是失敗 而且捐錢給你 其實是自己有個危險在樹 讓清政府知道是不太好 所以他就聰明就聰明就聰明了 可以籌到這麼多錢 但是這一次就聰明了很多錢 而且是十面進攻 但是很可惜 其實很多一上我就拘捕 所以王興是黃花崗起義的負責人 王興其實是 那個起義未開始 他已經知道是一定失敗 因為其實已經打了輸數 因為本來是十面進攻 對後只能夠得三路進攻 那你的影響其實不太大 以及人數其實不多 我們知道最後 譬如說七十二烈士 可能都是最後死了八十幾 或者死了一百個 其實這個人數不多 以使革命起義來說 我們如果看回武昌起義 知道死了多少人 武昌起義死了四千二百人 你看看那個落差有多大 那是一場仗 因為最後是袁世衛帶兵去鎮壓革命的時候 其實死了四千二百人 所以這只是一班百多人 他們所教出來的事情 已經算是規模大 因為沒有辦法 所以來說 最後就是西大高中 王興就一直沿著 大家看到了 那條其實是北京老 後來的北京老 一直走下來 走到他近南門那裡 就通過了一班 另外一班兵 一班兵打過來 那他就 不知道原來那班是革命同志 他就不記得了 綁那個被打還是什麼 大家就誤會自己打自己 在那裡又打死了一批人 最後他自己就渡江 渡過一條江 去了河南 後來做了他太太的女子的家 然後來到香港 去了亞利市醫院 連針了他的手指 所以王興 所以王興 其實是失敗到終的 但是很傷的 因為這裏 剛才看到的那裏 就是小東營 原先在那裏開始發難 其實小東營是越華路 一直向前走就是虎前路 什麼虎呢? 很簡單 這就是廣東省 現在叫做廣東省民政廳 以前就是廣東 以前就是廣東 原先的廣東 廣東不在這裏 原先是在珠江邊 大家記不記得有一間叫做石室教堂 原先在那裏 但因為石室教堂在1860年 第二次變戰爭的時候 剛衙門 你知道他們去抓 葉明珠 那個人就走了 所以他最後把衙門搬到這裏 這裏就是當時抓到的部分革命黨人 可能是就義之前的照片 我們看到其實黃花光起義就是孫中山策劃的第十次 這麼齊頭的第十次 藏墓了巨款 各省革命黨人精銳進出 真是精銳進出 其中有相當部分是從南洋過來的 那些真是很熱心的 也有福建人 我們知道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抱著一個不成功變成人的心態 而且由十面進功變成三面進功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已經大大叔叔 其實有些人說不如走 不要打 黃興說不行 我們收了華僑這麼多錢 我們不可以 你是迫著你也要去起事一次 所以最後規模比較大 所以付出慘重的代價 最後黨員失敗之後到處死殺 而這個革命黨受創是很深重的 黨裏面開始離開一些比較消極的情緒 因為十次都失敗 其實是很無忍的一回事 為什麼孫中山先生這麼喜歡廣州來做起義呢 第一就是 剛才提過 廣州是南方的政治中心 他們的計劃就是拿了廣州去根據地 北伐統一全中國 第二點很重要 因為近著香港 照應方面 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 他們那些人 例如在福建里 例如在南洋里 他們先來了香港 在香港 他們有很多地方去接待這班人 然後他們再上廣州 那些兵器也是如此 人也是如此 對集在香港 然後香港再上廣州 所以香港是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另外就是香港有很多有錢的富商 都是很熱心革命的 例如看到 李己堂就是在興宗會的時候 捐錢捐了很多 捐到他自己是這個人 到晚年的時候捐到沒有錢 結果要國民黨養他 因為他自己的錢全部捐了 父親給他的遺產全部花光 父親叫李星 1900年過世的時候 是全國最有錢的人 林湖 李玉堂就是同盟會的時候 捐到最多錢的人 很多人做當袍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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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湖是做建築的 所以這班人 因為香港很多人有錢 捐革命 另外來說 我想最後的一點很重要 就是 其實大部分都是廣東人 大家說廣東話 對廣州又熟悉 所以覺得在那裏 整個地理位置 哪裏打哪裏會熟悉一些 孝宗先生讀過書 對廣州有特別感情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 那麼多次起義 其實策劃的地方可能是不同的地方 但是香港是一個集中點 然後有兩次是廣州 第一次和最大規模的一次都是廣州 這個就是在玉獸山有一個艇 其實我也不是發現這個艇很久 這個艇很神奇 這個艇原來是紀念香港人 捐助辛亥革命而建的一個艇 是孝宗山下令建的 你看到這個 大家可能未必看得很清楚 那就是當年捐助革命那幾個最重要的人物 李玉堂、林湖、余奔臣、五伊渣、成班 在石船、游西衙等 其實這個艇本身已經說明了 香港在辛亥革命裡面捐錢的那裏 其實那個貢獻很大 好了 我們接著就說完 省港澳之後 我們就跳了去武漢 其實從這個地圖 你一看過去 這個叫湖北省 如果我們不計東北 我們不計內蒙古 內蒙古和外蒙古以前是在一起的 現在外蒙古身體獨立了 這邊是新疆 下面是西藏 如果我們只是計中央這個位置 湖北省其實是中國的中心 所以 它的輻射作用是非常之厲害 它是全中國的中心點 所以它一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它向地邊散播的時候 那個輻射力是非常之強 這就是最近這次疫情的發展 最大的點當然就是湖北 湖北的省匯就是武漢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它的地理位置 以及它在長江邊上面 一邊是長江 一邊是長江 旁邊有一條是長江最大的滋落 是漢水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 就已經決定了它的輻射力量很強 如果我們現在來看 其實在武漢 無論你是上北京 去上海 去成都 去廣州 乘坐高鐵 都是四五個小時左右 當然 那一年內不會有高鐵 我舉個例子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很中央的位置 我們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一個叫漢口 其實今天的武漢是一個新的名字 以前沒有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由三個地方組成 下面這邊這個叫武昌 武昌的中間這條就是長江 長江的這一邊下面就是漢陽 和上面的漢口中間那條就是漢水 或者叫漢江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我們所說的武昌三陣 其實就是武昌、漢陽加漢口 這三個加起來就叫武漢 但以前其實是三樣東西來的 武漢、漢陽和漢口 什麼概念呢? 我在網上看到這個 我覺得很精彩 很簡單 武昌就是政治和教育的地方 今天著名的大學 在東湖那裡 都是在武昌 最出名的大學 全部都在武昌 而政府就是在武昌 當年的總督署也是 我們所說的湖港總督 總督署也是武昌 所以武昌起義 因為這是政治中心 對面的漢陽最出名的就是冰工廠 其實這也解釋到 身材革命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有兵器 這個地方是中國最出名的 產兵器的地方 以及它是煉鐵 有鑄鐵廠 有兵器廠 隔了這條漢水之後 上面那個叫漢口 漢口是什麼地方呢? 大家看到這個舊照片 你就會知道 漢口是一個雙佛 是一個Treaty Park 它是160年 無論是天津條約 北京條約裡面 都是要將漢口開放 做一個雙佛 所以外國人很早就在這裡活動 無論是雙人、傳教士 都在漢口 我們藝術館有一個顧問 他是一個英國人 其實他也是在漢口出生 所以漢口 就是一個華中地區最重要的商法 最重要的商法 所以看到很多那些 就算你今天去到漢口 都會見到一些 可能是二十世紀初 起的一些歐洲式的建築物 好像歐洲那樣的 其實有點像上海的外灘 有點像外灘 說到武漢 就不能不提這位仁兄 這個人叫張之洞 很誇張 我只是上網才發現 在武漢居然有一個博物館 竟然有一個博物館 在全中國來說 我都不是各有一個博物館 是會以一個清朝的官員 作為主題 你就知道張之洞對武漢 或者整個地方的貢獻有多大 很神奇 他做了很久 他在武漢 後來差不多二十年 這是很少的 因為通常會調走 其實他調走過 調去南京 又調回來 不知為何 他調去南京做兩綱總督 然後又調回來做湖港總督 所以他在武漢的時間是很齊 而他的貢獻是非常之快 我接下來介紹這幾件事 全部都是他的手 包括很出名的漢陽兵工廠 這是中國幾乎首威一指出兵器的地方 這就解釋了為何革命黨 一起事的時候 或者是袁世偉的兵打下來的時候 他們是不會缺乏兵器 整個兵工廠在那裡 另一間叫做治強學堂 這就是他成立的一間學堂 這也成為現在武漢大學的前身 後來成為今天很著名的大學 這也是一個叫做大野的鐵礦 所以有鐵礦才有兵工廠 另外就是很出名的平香煤裂礦 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就叫做漢野平 就是漢野平加起來一間公司 是我們中國去到晚清的年代 最大間的一間大的企業 就是將漢大野和平香的三個鐵礦和煤礦 加起來成為一個大的企業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最初是叫做盧漢鐵礦 為什麼會盧呢? 就是從盧溝橋開出來的 是北京的盧溝橋來到漢口 所以叫做盧漢 後來就改了京漢 你會看到就是通車 把鐵礦站在車上 這個很厲害 其實這個鐵礦的開通 可以使得武漢成為全華中的中心 他們說張之棟在這二十年 是使得武漢成為全中國 除了上海之後 就輪到他第二 這幾厲害 原來一個官在那裡 他是很重視文教 很重視建設 我們知道張之棟最出名的那句 就是中學維體西學維容 這個我們讀書的年代都記得 他就把武漢視為一個試驗場 所以做了很多的建設 所以武漢人到今天都很懷念他 所以竟然有一個博物館 是講張之棟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訓練了一班軍隊 找了日本人來訓練這班新軍 很有紀錄 這班人很有紀錄 其實新軍就是因為清朝最初的時候 他們有八旗兵 另外有六營 但是到了晚清的時候 其實全部都已經是不遇到的了 他們就開始跟西方的方法 去訓練一些新的軍隊 叫做新軍 你發現新軍出現一個問題 因為你用一個新的方式去訓練他 他們可能是半輸了一些 無意中半輸了一些另外一些思想給他們 所以他們也很多是留學日本 回到日本之後 亦都受到孫中山先生 對這班人的思想上的影響 所以你發現其實 我們應該去到武漢 講到什麼叫新法革命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 其實我們中國很多地方 武漢一起義之後 其他地方跟著 一起起義 所以就是靠這些新軍 你說他的起義也好 整個角度來講 其實是兵變 政府沒有東西進行兵變 大家知道兵變是很危險的 其實兵本來是保護你的 他一變的時候 就說他不再喜歡你的時候 其實就會由保護你的 變成一個很大的威脅 所以我們現在看回頭 我們知道原來新軍 剛才我們看到了 1910年新軍起義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清朝的很出名的官 即是有些官 他們後人已經走了香港 我們現在回頭看完 新軍起義對他們清朝的官 心理上的打擊很大 即是覺得兵了不過 你說很害怕 所以其實 主要來講 武昌喜而靠的就是新軍 這個提到 湖北省的武漢是九省通群 大家不要試圖他 數了有沒有九個省 其實我想九是當解 其實你現在數 現在來說是六個省都很厲害 因為他在內陸 周邊有六個省 交通便捷 因為有條長江 但在未有飛機之前 運輸主要是靠河華 所以他在長江上 他去南京很近 很快 燃至到江落 另外來講 湖北的革命黨 主要有兩國 一個叫文學社 一個叫共進社 多年來在新軍裡面 三國革命思想 這兩個是他們本地的組織 這個不是同盟會 大家留意 這個和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 沒有什麼關係 他們其實都是自己本身 在湖北自己的革命組織 我們知道所謂的同盟會 只不過是 其實他們可以幾重身份 他們同時是共進社 又可以有同盟會 因為同盟會只不過是 將這些所有反正外組織 團結起來 為什麼 另外就是武漢廚藏大量分排 就是漢洋兵工廠 大家知道 要提到的是 四川的保路事件 因為當時 政府突然要宣佈 將鐵路收歸國有 但是這些鐵路 其實是當地很多市身 是貸款回來蓋的 所以這個牽涉特別利益問題 所以那些人就吵他上來 所以四川就出事了 那些人就暴動了 那些人就將湖北省最精銳的部隊 其實都是新軍 就調了進去四川 所以武昌起義的時候 其實清朝最精銳的部隊調走了 這個也是一個因素 另外就是那些精兵的精銳進去了四川 而且很奇怪的 這群人一起事的時候 總督第一時間走 第一時間走 第一時間走 第一時間 那些人就說 喂 打到來了 因為剛才我所說 沒什麼怕得過軍隊變 也不知誰是 所以他就怕了 就跳到船上 本來是在船上指揮的 不過是不好 在長江走 所以他第一時間 就是套利宴賊 所以最後又要抓他問責 另外要提到的是 那些同盟會的問題 孫中山先生從來是以華南為這個重點 所以同盟會在確定以華南為重點之後 對其他地區的照顧就不夠了 1907年共進會的建立 就是因為一部分由長江流流域 去到東京 他們發現了 其實這個同盟會 或者孫中山先生 對於組織藍路同盟是沒有什麼興趣 從不過問 可以說是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個弱點 他就是覺得是廣州是廣州是廣州 但是 是廣州是廣州的時候 待會我們說過 這個講座到最後的時候發現 最後 北伐成功就是廣州出發 就是這樣吊詭 武昌起就是武昌 但最後要統一全中國的時候 真真正正 就是在廣州出發 所以你不能說孫中山先生錯了 只不過要推翻滿清 就是真的要在武漢 因為武漢近北京 比較近 因為廣東太遠了 所以 1911年7月底 同盟會的中部總會 成立了 其實這個總會的成立 孫中山先生沒有什麼過問 因為他沒有什麼興趣 這群人 這群人是宋教人 和陳其美這群人 即是另外一群 然後他們就在湖北有個分會 但實際這個分會 在這次武昌起義的角色 就不是那麼大 主要就是文學社和共同會 我們看到以下的歷程 就是整個過程 我們知道其實武昌起義 不是表示就成功 其實還有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我們稍後會有地圖給大家看 就是起義的情況 但是大家知道 其實革命黨 其實他不是選擇10月10日起義 其實他是 提前了起義 因為他發現革命黨 他們突然間有個消息 就說原來政府 即是清政府手裏面有個名單 只是現在跟著名單捉人 與其被你捉 我們不如都發爛 所以就是提前了10月10日起義 原始不是10月10日 一起義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件很聰明的事 即刻召喚各國領事 即刻召喚各國領事 宣示革命終止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1900年大家知道二和條 八國聯軍搞到 所以他們第一時間 因為漢口是一個商鋪 有很多國家領事 所以他們第一時間通知各國領事 我們不是二和條例 我們是有革命理念的 我們是要推翻清淨 所以 其他國家說我們中立 這是很重要的 他保持中立 因為大家也急收了另一個教訓 就是太平天國的救命 太平天國 其實就是 大家知道 有些軍隊其實是外國人 打太平天國 他們所謂保衛上海 所以他們說 千萬不要這樣搞 我們一定很清楚 告訴其他領事 宣示革命的宗旨 但是清朝最初的時候沒有辦法 因為武昌起了二之後 武昌起了二之後 最後也沒有辦法 因為當時袁世凱 其實已經下了野 已經回到鄉下了 所以我發現 都要起用袁世凱 找他當胡光總督 因為原來的胡光總督 已經逃離現場 所以就找了袁世凱 袁世凱其實就很厲害 他身上有兵權之後 我們就知道他最後用這個 去逼清朝退位 逼清朝 溥而退位 大家知道能夠逼到溥而退位 只有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大權在握的袁世凱 為什麼袁世凱本來下了野會 突然會有權 就是因為要鎮壓武昌起 這場仗就叫揚霞之戰 其實真是一場仗 是一場戰爭 不是一個普通的起義 所以這些就是 英俄法德日 諸國領死先告中立 長沙就要獨立 好了 我們看看武昌起義的情況 這是長江 這是武昌 對面才是漢陽 這是武昌 大家會看到 起義軍 那些軍營可能在城外 主要打進去 主要打的是 角落頭位的 就是清篤柱 就是胡公盛督江 衙門的那個位 大家看到這個箭嘴 下了海的就是 胡公盛督的碎晴 第一時間下了海走 這個箭嘴就是他 所以你看到 其實外面的兵打進去 當時的武昌是有個城 大家看到有個城 所以這裡就很清楚 標出什麼營的兵 什麼營的兵 什麼進軍的方向等等 這個是武昌起義 當時武昌的一個城 當時群龍無首 因為其實那些革命領袖 一早已經抓住 就是跟著名單 一路數下來已經抓住所監 培龍無首之下 他就推了這位仁兄 這個仁兄 如果你看回一些記載 其實他是躲在一層下底 不怕到要命 但是他總是很人緣 那些人說培龍無首 就推了他逼他 做這個首領 所以這位仁兄 當然是新軍裏面的一個領袖 一個大兵 其實他不是很高級的 我想是中級的 但是又抓了他出來 肥肥等等 但是很關鍵的問題 抓了若元彤之後 就抓了他去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後面改了叫做 惡君都督府 惡就是湖北 大家知道 但是最初的時候 這個地方 不是叫做都督府 這個地方叫做知义局 以下我要花一點時間 講講知义局 因為知义局 其實從整個革命的成功 是有很密切關係 而大家其實很容易不諒 這件事 什麼叫做知义局 大家看到 就是當時的外國的租界 他們在這裏 整著沙巴在這裏守著 害怕打入 清亭起用元世海 大家看看 其實關於武昌起義 是有很多相片的 而且相片的質素很高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西人 因為那是一個相分 西人可能有些記者之類 就拍了很多相片 其實那些相片都可以 你看見他們拖著大炮去打仗 就是國河 這些是軍隊 好了 我們看看清潮如何流軒 1900年八國聯軍 所以慈禧捉住 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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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翠就走爛去陝西 痛下決心 要改革 知道真的不對勁 如何改革呢? 其實很多方面 其中一個就是改革 學日本 學英國 學日本 學英國 君主立憲 最初是不肯的 但別人告訴他們 你看看日本 君主立憲這麼成功 英國也很成功 覺得很可愛 如果能夠立憲之後 能夠守住大清萬年的江山 算了 就改革 有人說服他 你改革 君主立憲 一邊有個皇帝 另外有個憲法 有個議會 你就可以保住你的大清江山 可以一路維持下去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1901年 開始下朝行新政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知道1905年廢了科舉制度 這影響非常非常大的 2005年的時候 就派了五個大臣去海外考察憲政 看看歐洲又如何 日本又如何 去考察憲政 到了2008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憲政是這麼做的 在北京有一個叫支政院 成立一個國會 其實是一個國會 然後有一班國會議員 但他覺得首先在每一個省 成立一個叫支議局 這是為未來的議會政治做準備的 各個省成立支議局 這個支議局大概是一年之後 在1909年 每一個省都有一個支議局 支議局裏面的議員是誰 基本上就是那個地方的時薪 大地主有科舉有功名的人 因為他很過癮 每一個省的資政局的人數 不是由人口決定 而是由他們的科舉 有多少人考到科舉定 所以最多一定是江蘇的世界 江蘇是我們全中國 江蘇和浙江這些地方 江南區區最多 就是讀師風起最盛 以及整個文教做得最好 一定是江南區區 所以這班人 其實你是無端端 第一就是把權放到地方 第二 在地方無端端 你製造一個組織 將那裏有影響的人 就站在一起 我只看過一個資料 就是伊藤博文 日本很出名的首相 有一聽見中國 要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預言清朝一定亡 一定亡 本來沒有這個 政府就政府 沒有這些議會 你突然間聚了一班事身 他們有他們的利益 他們的利益 不一定跟政府完全一樣 終於就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來講 就是 到了武昌起義成功了之後 很多所謂立憲派的人 就支持革命 當然這裏就要講到 最後的行講 就是 本來清朝說是 1909年的時候 慈禧光緒幾乎 第一天大家一起不在 到了1911年組成的新內閣 半數都是清朝中室 所以那群人就覺得 根本你都沒有衣服改革 本來要再三年 就籌劃那個議政院 會發現 所以待會我們看到 有一個圖案 就是那群人去吹 清正虎計兄弟 何時才真正是 成立這個知政院的行動 所以 你無端搞這件事出來之後 其實就給自己壓力 終於就 所以 所以 其實我們現在說回 整個社會革命裏面 這群人的作用 是完全被忽略了 這就是1901年行的 立朝行所謂的新政 江水三十四年 然後他們去考察憲政 這群大臣 這群大臣 五個大臣 這就是知乙局的章程 這群人就去施壓 問這個政府究竟何時 真正立憲 原來 中國原來每個省都有的知乙局 而這些知乙局 其實有建築物是建得很漂亮的 這是順席 我想是順天府和席帝 即是河北 廣東知乙局 是這麼多知乙局 保存得最好的一個 因為它現在是廣東革近代史博物館 廣東革近代史博物館 在這個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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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花江 在廣州起義烈士林園 烈士林園 旁邊那裏 這座東西現在 嚴整地保存 裡面是這樣的樣子 三四年前 有一次 居然安排在這裡講了一個 討論 對著同學老師一起 真是很有感覺 在這裡講討論 你想一下 還有 其實 國民黨的第二次大會在這裏開 第一次大會不是在這裏開 第二次在這裏開 不過高蘇知乙局 後來就成為國民黨的總部 所以發現知乙局全為西式建築 因為他覺得知乙這件事 就是國會這些東西 是西方的 所以他建的建築物 也是一個西方式的建築物 而且也是很宏偉的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就是湖北省的知乙 所以其實他們捉住黎元洪之後 就捉了黎元洪去知乙局 接著那班知乙局的那班委員開會 就支持他們 這個是很重要的 他們開了個頭 即是他們在這裏研究 究竟他們應該還是支持 這班新的革命黨 還是繼續支持清朝 就是因為保露事件 他們已經覺得 他們可能自己的利益受損 另外又發現這個清朝 好像沒有不誠意 所以他們可以說到這一刻 他們對清朝已經絕望 我們不如先試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 黎元洪在這裏成為都督 即是湖北省的都督 這個就是湖北省的知乙局 也是現在的武昌起義紀念館 是紅樓 整間東西是紅色的 叫做紅樓 這是武昌起義的紀念館 在武漢 我們看到 接著就發現 輻射作用 其實就是這一點 你看見 由武漢開始之後 接著就到九江 泰原 南昌 上海 貴州 杭州 松州 廣西 鎮江 你看見 每一個地方的知乙局自己開會 究竟決定是跟誰 其實這個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而是 其實武昌一起之後 其他地方的身份一起變 一起作反 一起作反 加上一些所謂民兵民軍 去衝擊政府 那麼知乙局就說 這樣的情況 看透了 既然武漢已經歸了邊 我們歸邊邊 其實你要發現 每一個地方的時薪 都開始對清朝節的望 你偏偏有一個知乙局的組織 又被他們奔在一起 他們就可以 大家一起投票 就支持獨立 所以 就逐個來獨立 你會發現 第一個獨立的是長沙 長沙在哪裡 長沙在湖南 湖南在湖北那邊 而且他也是胡廣總督管的 胡廣總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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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個是武昌 第二個是長沙 全部有原因 你們一路 九江 太原 雲南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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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州 一直這樣下去 你會發現 是 我們看到我們的廣東 我們先看清楚 流派到我們了 黃卿 黃卿 其實黃卿 黃卿也是 楊夏之戰打出來之後 他們就叫黃卿去幫忙 因為黃卿真的很厲害打仗 所以就找黃卿去幫忙 但也沒有辦法 因為清兵 他們打下來 因為沿世海的軍隊的裝備很好 最後到11月9日 差不多一個月 我們廣州就宣布獨立了 我們是怎樣宣布獨立的呢 這裡花了一點時間 因為他們是廣東 其實到那時候 其實我們的總督張明琦 已經害怕到飛起了 就知道大件事 大小事 又怎樣呢 另外一個害怕得很重要 那個人叫李準 就是 水師提督 因為李準 殺得革命黨殺到最多 可以說民憤極大 所以他就害怕得要命 那麼害怕 怎麼辦 他就知道會倒閉 就找人來到香港 接觸革命黨 就投降 即是說好數 你不要殺我 我不會支持他 所以這個李準 第一時間 就拿來香港 找人 接觸誰 接觸李紀堂 以及接觸 慧玉 李紀堂就是 剛才說過李昇的兒子 慧玉 就是一個隱形的革命黨 他的身份是 他是爵士 他是立法局議員 但是暗瓦底 他亦都是 跟革命黨有聯絡 找了這些有頭有面的人 就說要投降 但是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 其實那些 同盟會裡面 人們都很憎你 因為 黃花江起義 很多人都是他殺的 所以 但是最後 都針對數了 所以你發現 到針對數的時候 在議會裡面 有一個人 起了很大的作用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 江可欣 江孔欣 這個人就是 著名的食家 江泰士 江孔欣 其實他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為他在議會裡面 他是挺有地位的一個人 其實 你知道 凡親一大堆人 有幾個很有影響力的人 一喊 但是其他人都沒有什麼意見的時候 那時候就跌倒了 很多時候 但是一定要有人可以先開頭 所以 結果 他們就支持獨立 獨立之後 怎樣呢 因為當時的同盟會 南方分會的會長 就是胡漢敏 在香港來 所以胡漢敏 就帶著李玉堂 以及帶著十幾個人 都是同盟會裡面的骨幹分子 就走了回去廣州 建立軍政府 李玉堂做了第一個財政部長 他不做之後 就到廖仲海做 到廖仲海做的時候 李玉堂仍然是同盟會搞得很小 因為他自己商人的做法 自己的生意 根本不懂管官方的財政 所以 李玉堂回來香港繼續賺錢 他資助革命好過了 他很有錢 開了很多檔土 所以胡漢敏就做了這個都督 大家看到了 然後還有其他地方 好 有趣的地方就是 去到11月14日的時候 東南各省的軍政府 宮殿請孫中山返國組 我們知道武昌起義的時候 孫中山先生 之前一晚 他睡得很晚 睡到11點 起床之後 他就去吃早餐 看報紙發現 你每張起義成功了 就是這樣 你就知道 那場起義 其實與盟會 和孫中山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 即使如此 到他們真的要組織政府的時候 每一個地方 大家都想到一個人 那個人就叫孫中山 就是因為他十幾年 他第一個發難的 由1895年已經推翻偵禁 十幾年來 一路搞十次起義 都是他搞的 所以大家的心目中 就是孫中山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很重要的就是 各個國家都可以接受這個人物 這個才是重要的 他已經是公認的 反清的 所以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 到11月27日的時候 其實袁瑟海的軍隊 已經打過來 而且攻陷了 其實他們打過來 幾乎要拿回武漢制 但是其他省已經全部紛紛獨立 你看到的情況 這個南京其實是打得很慘的 打得最激的就是南京 因為南京那個地方很重要 他是南方一個最重要的城市 12月4日 各省代表會議 決定臨時政府住在南京 然後就開始一個所謂南北以和 就是袁瑟海派一個叫唐少儀的人 就和革命黨的代表五庭坊 大家在這裏談 好事 一會兒一會兒給大家看 那便先讓孫中山回來 孫中山聽到消息之後 他沒有馬上回來 他去美國想見美國的國務卿 很多人都不見他 他去了英國 去英國去了法國 最後他在法國 我想他在馬賽回來 坐船回來 12月21日回來香港 那張照片很出名 待會兒會給大家看 那些同志在廣州就歡迎他 因為廣州那時候已經獨立了 已經跟軍政府了 所以孫中山回來了 大家看到這就是五庭坊 五庭坊是誰呢 五庭坊是香港的第一個立法局 華人立法局議員 她的太太就是何妙玲 何妙玲就是何福堂的女兒 所以她亦是何啟的靠兒子 所以說這些關係 痴痴萬怒 她是聖保羅書院 所以很好笑的 這一場的議和 是兩個廣東人 一個是鄉山的頭少儀 一個是台山的五庭坊 一個是聖保羅書院 一個是黃毅隆 所以是黃毅隆大戰聖保羅 都是很少人 而且她們根本可以說廣東話 這也是中國歷史上 最威風的事 兩個都是廣東人 唐少儀是羅美悠童 那是哥倫比亞大學的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 其實那時候 這些人的學歷很高 這兩個人 這張照片是經典的 在網上找到這張照片很經典 這邊的就是唐少儀 這邊是五庭坊 然後她們就在那裡談 如何去以和的 因為袁世凱也看到的情況 就是 這麼多地方已經獨立了 她也看到清朝大勢已去 但是她的大軍在她的手上 所以她就用這件事 來和南方去談 她就用這件事去商議 其實就是賺自己的好處 可以這樣說 所以大家看到了 唐少儀後來就成立了這個國民政府之後 第一任的國務總理 就是唐少儀 所以她和香港也有很多關係 最後也都很莫名其妙地 她的遺體是葬了在香港 葬了在香港仔華 很神奇的事 孫嵩山回來了 這張照片是經典的 在船上拍攝 她的革命同志 最右邊的就是廖仲海 孫嵩山這邊隔壁的就是胡漢敏 他們就是胡漢敏多斯 已經做了廣州軍政府的都督 所以就下來接她 後面最高的日本人 是那個好公的那個 公其滔天 公其人藏 是一個日本浪人 她經常跟著孫嵩山 孫嵩山是品師 後面有幾個日本人 你看看樣子就知道了 穿西裝也不容易 孫嵩山 其實這邊隔壁已經是日本人 孫嵩山回到香港 在船上 因為她那時還未可以上岸 她還是通緝反 所以上不了岸 但在船上 跟他們談 談完之後 船就開去上海 十月二十九號 十七個省的代表 十七個省是什麼概念呢 其實就飛了東北 因為東北是滿洲人的天下 我想本來應該十八個省 飛了一個省 我相信是直帝省 直帝就是學復 因為那裏就是北京 所以十七個省投票 你想想 沒有知議局 去哪裏找這些代表 這些代表 其實就是每一個知議局的議長 所以我說 這個知議局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原因就是在這裏 結果投票結果 就是 湖嵩就投了一票給王興 其他全部是孫中山 所以你發現一路選總統的時候 就是孫中山 所以孫中山第一任大總統 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到吳細海的時候 原來又不再談 所以湖嵩就不再談 因為他知道 廢鬼是談 我用另一個方法 但是 所以1月1日 孫中山本來在上海 他那天就去南京 然後就是舉行了這個儀式 然後他第二天就馬上 發電報給完薩海 表明揚慧的態度 其實1月1日 他就知道一定會放給完薩海 因為這樣才可以避免一場戰爭 而且你未必夠他打 所以你看到形勢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很有趣的就是 駐外市臣陸精祥等 便請衝帝退位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但是你會發現 當城澤軍官要清朝退位 你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很明顯是袁世凱 這些是做出來的 但是外交史詞 不是我不敢包 但是你看到 我們去年就去了 看了他在比利時 去做修市的時候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可能印象比較深刻 這就是國家博物館的珍藏一根文文 就是當年孫中山那張票 十六票 十七個省十六票 這裏其實有些文字 用皇帝紀元 我不知道他怎麼數到皇帝 都數出來 用皇帝紀元 然後這個就是他在上海坐火車上去南京 這個就是成立這個議會 19月28號 臨時參議院 大家知道孫中山在隔壁 中間隔壁就是王興 王興隔壁就是蔡蓉陪 南京 好了 這個就要命了 到1月27號 清君將領段祺瑞 四十七個人通電主張共和 逼遷遷他國 你就知道 這個很明顯是岳世可以做出的工作 即是他要做一個聲勢 大家都說要你退了 然後他才去找龍義太后 針對數 所以沒得談 根本上已經大勢意向 主動團員就在世元帝海的手上 所以到2月12號的時候 普遍就退廢了 清朝望 兩千年的一個封建體制也是結束了 到2月13號 然後孫中山就辭了林辭大總統的職 結果 袁世凱就是3月9日 原先就叫他來南京 但這個中間又有很多的鬥爭 袁世凱當然不肯離開北京 來南京是理地頭 所以他就做了很多事端 最後他就說 也沒有他的辦法 他在北京就喝這個 臨時大總統的職位 這是很精彩的一件文物 就是《清帝退位照書》 亦是國家博物館的真材 但當然他覺得有少少 好像符碌一些 一個退位照書 你會發現 簽名的很多人 找人待一下 找不到那麼多 那幾個人都找不到 找人是 所以他就找了一群大臣 你看看他的大臣 盟政大臣 什麼大臣 什麼幼武大臣 海賓大臣 到最後一位 有位仁兄的名叫梁氏兒 這位仁兄是三水人 其實這個人很厲害 他在北京做官 他整個家庭 是在香港居住的 那個女兒是 當時提反書院的 即是 他是一個精到無倫的人 因為他一失誓 他就走來香港 上面的氣候轉了 又回去做官 就是這樣 看中了香港的頭點 好 孫中山先生 在退位之前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去拜祭明太祖主元將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政治的舉措 就是因為 他推翻了滿清 推翻了滿洲人 於是便跟朱元璋 推翻了元朝 蒙古人 明白嗎 所以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 象徵意義 所以他最後也做了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孫中山最後也葬在南京 有一天 和郭文和一群死黨走 的時候 他就選中了一幅地 他就說 希望在我八年之後 就黑國民給這幅地 他那個語氣是這樣說的 希望國民可以給這幅地 這是一個 說得很謙卑的一個辦法 但是到後來 和他營建中山寧的人 在不是那麼謙卑 因為他們一定要高於明孝寧 孫中山的中山寧要高於明孝寧 因為他覺得他的功勞 是比明太祖主元將要高 所以他要高於明孝寧 就是很多這樣的效率 接著就說另外一個過題 就是我們可以把黃花光 和武漢和武漢紀念同樣是 起義死的人的方式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出來 其實 那裡死的人最多是 當然我們說七十二年 後來好像八十幾個 那麼 我們下面看到的 其實武漢死的是四千二人 你看到那裡落下一個比較 我們看看武漢武漢的熱烈公務 你看到這個其實是一百年 新衛革命一百年搞出來的東西 即是紀念新衛革命一百年 他們就搞出了熱烈革命運 很多東西都是新的 這個也是二零一一年 我去武漢 那一年是新衛革命一百年 我們特意去看 和新衛革命有關的一些位置 的時候 印象是很深刻 這是紀念碑的宿水板 這就是和武漢起義有關的人的墓 但是名字 我想十個有十個 大家都不認識的 這個叫張森 武漢起義爆發 參加革命 二九年死了 這個山叫伏虎山 這個其實是名氣比較大的一個 吳兆倫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 就是孫武和吳兆倫武 是湖北省文物保護單位 大家知道只有這個武 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另外一個挺重要的人物 叫蔡濟文 亦都是他們的領導 即是起義的時候的其中一個將領 大家看到了 他就是促成文學會和共進會聯合領導起義 起義的時候 帶二十九標晚宮青督處 光復之後 創建湖北軍政府 所以這個人的貢獻是大的 武漢起義是一個領導 這個蔡濟文 他的帽子就是這樣 你一看下去就知道 其實是很新的 他可能是收拾過之前也挺殘敗的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人的名字很有趣 這個人叫劉公 不是劉公什麼什麼 他叫劉公 大家留意其實旁邊已經是屋 旁邊已經是屋 這個人的屋 這個劉公就是這樣的 另外有一個叫劉政庵 但是最宏偉的人 一看下去就知道是舊東西 就是紀念孫中山先生 紀念孫總理 大家都明白 我們提到孫中山先生 很多次叫孫總理 他還未做過總理 總理是他國民黨裡的職稱 所以叫孫總理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中山寧的時候 你就知道中山寧是怎樣構建出來的 因為中山寧裡面 我第一次看到中山寧 看到我哀哀了的那句 就是叫做 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中山於此 我就看到一舊魂這句是什麼 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中山於此 我第一次到南京中山寧 我看到這句我大話不解 後來才明白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看一下黃花光 你看到那個落叉的比例 因為孫中山先生曾經在廣州 有三次在這裏建立政權 他每一次建立政權都很緊張黃不光 1911年 潘達媚也知道 收藏烈士遺憾 其實他的父親是廣人善堂的創辦人 所以他從廣人善堂 就能夠膽去收留這些烈士的遺憾 其實是很敏感的一回事 但是他用善堂出馬 就會容易解釋些 那個地方其實是叫紅花江的 好了 到1912年了 廣東軍政府剛才說 胡漢民政府撥了十萬元純大其霧 到了5月15日 孫中山已經下台了 讓了位給袁世海 由1895年之後 第一次回鄉校 來了香港回鄉校 去了廣州 主要出席了黃花江的一周年幾年 他又說了一番這樣的話 你看看 我們現在將他所說的畫 做一個比較的看法 你看看他很多玄機 5月15日 你看看他所說的 就是 討策異師 援起百元 方方朱子氣震風雷 三日血戰 腦膽為吹 然後春雷一聲 萬匯凡之 月有五月 武漢斯舉 他這個仍是很隱悖的 就是因為有黃花江 然後五個月之後 就有武昌起義 OK 好了 1917年 孫聰先生第一次廣州建立政權 就是當時雲南軍的師長方星濤 他的弟弟方星棟 我們聽過林郭文與妻決別書 但其實這個方星棟和爸爸的決別書 都是很感動的 他就籌見墳墓 朱執訊和周老 就征集了三二九起義的史實 大家知道三二九是救力來的 新疫是4月17日 好了 然後就是1919年 廣州非常國會 參議院議長林森 發起到海外募捐 起了很多巫亭 紀功坊 音樂亭 黃花亭 大家知道這個很有趣 那時孫中山叫做非常大總統 不是非常大 是非常的大總統 大家讀的時候要斷一斷 他不是非常大 是非常的大總統 即是不是常氣 不是常的 是非常的 OK 這幅相很精彩 我們考慮這幅相 發了很多心機 因為孫中山採樹和港督坐在一起 這個一定是革命之後 在革命之前也沒有可能 左手便 後面的肥肥子 就是他的老師何啟 所以到這個時候 大家要不要調轉 博先生坐在前面 老師站在一旁 我們考證這幅相 的時候 考證得很難 我發現原來是1914年過生 所以這幅相不可以慢於1914年 不能早於1912年的4月 不能慢於1914年 好 接著 你就會看到 這邊 這個 這是金文派 後來1925年做了港督 這個時候 還是做 當時的立法會秘書 之類的 坐在這位仁兄 就叫做施芬 山頂有一條叫施芬道 他是做代港督 我們想想 檢查一下他何時代港督 就知道他這一年 那些人經常都代港督 由那裏又沒有任何線索 最後的線索 來自孫東山 他的衣袋 這裏 黑色的大校 再檢查 他媽媽已經死了幾年 他的哥哥還沒有死 那這怎麼回事呢 原來他是回廣州 出席了黃花江一周年幾年 所以就代行 明白嗎 所以這張照片就是 那時演一 是很有意思的 好了 到了1920年 先莊山第二次的廣州建立政權 他親自寫了 好氣長傳 這四個字 現在在正門那裏 就寫一些好氣長傳 還有 是為周老的黃花江烈士 事略讚嘴 大家看看這裏說 死事之慘 以身去 三月二十九日 圍攻兩國督 取之亦為罪 吾黨精華父諸一句 其損失可謂大矣 然是亦也 逼血橫飛 吾氣四塞 草木為之陷飛 風雲因而變色 全國久絕之人心乃大興奮 幽怨所積 如路途排阻 不可壓抑 不伴所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 則施亦之價值 可以驚天地一鬼神 以武昌革命之亦並愁 大家就看到 意思在哪裏 他就把黃花江的喜怡 提升到上去和武昌喜怡 同等地位 沒有這個 是不會有這個 所以黃花江 修建得這麽壯麗 其實他是一個 符號 他是一個標誌 可以這樣說 所以你會看到 到一九月 其實他首兩次沒有什麽作為 最後一次 一九二三年這一次 孫中山做了很多事情 待會我們會再講 你看到他 這一次規定了一件事 就是限制有功陣亡將士 附葬黃花江 要得到孫中山達準 我們試過亦都特意回去看黃花江 看看除了七十二烈士 這裏又看到很多東西出來 今天就不講了 這就是追悼月中昌議 死士烈士大會紀念 大家可以看到 孫中山的女兒都在這裏 你看看黃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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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氣勢 我認為他是全中國 所有這一類的 尼士靈裡面裡面 最有氣勢的 他是慢慢暗斜上去的 即是 門口這裡又夠莊嚴 一直這樣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那裏的女神 已經變過很多次了 曾經試過 就是國民黨的黨徽 正天白人 大革命的時候 就變成了一個火具 星星之火 現在就變回 最初就是這個女神 一隻手拿著一本書 現在又跟著這個 前面這個就是個鐘 是一個鐘來的 其實很有趣的 其實整個中山靈的報告 是一個鐘來的 叫警勢鐘 所以是一個國民黨的黨徽 所以是一個很莊嚴的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路望不下去 就是一路望不下去 就是一路望不下去 先列路 我想那些遺骸應該在中間這個位置 另外 因為他是籌款的 他是由世界各地的華僑捐錢 捐了錢的組織 他就有一塊石頭在上面 紀念他們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石頭 還有一個名單 那些名單 即是隔離中拆了 又拆上去的 那些 一定有的 這些 例如汪精衛 這些 汪肇銘這些 這些 最後 也要說一下 就是 剛才說到 其實整個武昌起義 就是在武漢 就是在武昌 在華中地區 而造成一個輻射作用 但是 孫中山以廣州 做一個根據地 打上去 是否不合理 你發現 原來 原來又可以 你看看 孫中山三次建立政強 第一次 第一次 但是這一次很失敗 因為主要他就靠了一班 軍閥 成立一個軍政府 被推為陸海軍大元帥 進行法戰爭 但是其實很無癮 因為他的權 根本不在他手上 那些權在軍閥上 那些軍閥 喜歡怎樣就怎樣 所以他做了就無癮 做了一年 他就不做了 結果就請辭了 但是 大家也看到這張照片 對於是他其實很不喜歡這張照片 因為 要打倒軍閥 自己扮成一個軍閥 那樣 所以這個就是 你看到 就是這個時候 他就搞成這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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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市民土廠 就是 今天 河南那個 大元帥府 那 這個是那次拍的 大元帥府拍的 今天 今天 是這樣 大元帥府 原生是一個市民土廠 這是第一次 這個裏面又裝修回 好像 Doni那樣 也是這一次拍的 孫中山和蘇慶寧 第二次 1919年 陳啓明 就趕走了 盤居廣州的雲南 和廣西的軍隊 因為他 孫中山 一路都是很 對他很不利的 第一 他沒有兵 第二 他沒有兵 這兩件事 都很需要 他沒有兵 所以 就要靠別人的兵 經常被人制袖 所以要靠雲南 和廣西的兵 到1920年 就回到廣州 翌年就任 就是非常大總統 就是這個 非常的大總統 所以 總統府 就在余朔山腳 就是今天的 中山紀念堂 那個位置 不是中山紀念堂 開始就部署北伐 所以千通山 他一直都沒有變過 就是一定要用廣州 來做一個北伐的基地 但是很可惜 1922年 陳炳明就半邊 所謂炮打觀音山 最後他又被迫 離開廣東 離開廣東 他去了哪裏 去了上海 他每次都是 其實孫中山先生很有趣 其實他一生人 除了他在翠康村出世 他在翠康村 起碼活到十二年 生活到十二年 太陽山幾年 廣州和香港加分 但他有九年的時間 算是久了 日本也差不多是九年 黃斌加上東京 都是禁室 都是九年 接著就是上海 其他的時間 走來走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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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直不下暖 一生人都是 其實他一生人 一直都不停地走去走去走去 其實很可惜 這就比陳炳明 其實大家的方向不同 陳炳明主張是聯省自治 首先搞好廣東省 先不要那麼快 打上去 孫中山又很心急叫北伐 所以最後這就是他叛變 陳炳明最後被蔣介石 被國民黨打敗之後走入香港 最後就是在帕馬地的玉獸街 那裡過世 其實他也是一個好人 因為他管廣東的時候 是廢不准吃煙 即是他禁很多賭、煙 這些是最容易能夠拿到錢 他是一個很有道德標準的人 而且他到他死的時候 其實他是沒有錢的 即是他不會領財 所以其實是很可惜的 這個陳炳明 就是陸明平 大家記得那句很出名 這個就是他 陳炳明半變之後 孫中山就走了上去珠江的那艘船上面 後來這艘船就叫中山南 那一艘船叫永豐藍 在藍上面留影 1923年 好了 1923年又回來了 這次真的有作 1923年回來這次 其實經過香港 在香港大學講了一個很出名的演講 就是他的革命思想來自香港 就是1923年的2月20日 他又是做大元帥 在2024年 就是他做得最多東西的一年 也是最後的一年 他就是廣州市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 全國代表大會 這是很重要的 通過了三民主義做黨綱 他都確立了是亂俄用功 扶助龍功 這個非常之厲害 這個就是 同在共產黨 涉及私人身份 進入國民黨 這個是壯大了 國民黨的力量 但亦都造成了很多問題 後來就會出現了 這個很重要的就是王布斌校 因為他一直都沒有一支是他自己的軍隊 所以王布斌校就是一支服應三民主義 有革命理念的一支軍隊 所以這個就和以前的新軍 或者是民軍 兩下子事 所以這個很重要 這個也是北伐成功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自己的軍隊 王布斌校 用俄國來的 蘇聯來的一些教官 1924年就有所謂商團叛亂 這個陳延伯 到年底的時候 就應徐玉祥的邀請 就上去了北京 他其實就是離開了廣州之後 才去日本 日本又演講 在日本就坐船去天津 就開始病 一直到北京 其實一直都是躺在一個床上 然後 這個就是國民黨的第一節 全國代表大會 這個會場就是白雲樓 在以前舊的廣東省國的本格 這個就是陸軍軍官學校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王布斌校 正式的名字是陸軍軍官學校 其實是陸軍官來的 這個最經典 其實蔣介石就是靠 黃布斌校校長這個位 這個職位上位 因為他在黨裏面 其實他年資很淺 很junior 但他就靠軍隊 他靠黃布斌校的校長 所以軍隊全部叫校長 就是忠於他 所以他站在學院 旁邊好像是何應音 這個是特任蔣中正委陸軍官學校長 這個好像我們在台灣 國民黨黨史館 他就有一個黨史館 他就看到他出來 他跟孫中山在那裡 都昏華 到了1924年的年底 所以他就坐這間春陽院上去日本 這個也是先中山接近他 其中一幅最後的照片 相對於我們最早17歲 真的沒得好說 雖然催人 他其實年紀不大 他只是59歲過生 所以到1925年3月12日 他就在北京逝世 最出名的兩句 就是革命世面成功同學 所以他的遺體就放在 鄉山的碧雲寺 他死了之後 就舉行了國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 然後就是國民革命軍 在蔣介石領導下 就由廣州出發 勢如薄足兩年半 統一了全中國 其實是很厲害的 就是勢如薄足的 當然有些地方不用打 例如東北就逆刺 張學良就不打 所以最後真真正正完成了孫中山的位置 就是以廣州作為一個基地 統一全中國 所以你又不能夠說它是錯的 它是對的 而且這個仍是中國歷史上 第一次亦是第一次 因為你看回以前的歷史 一定是 例如漢、徐堂、蒙古和南宋 全部都是北面打進去統一中國 從未試過南方可以打進去統一中國 這個當然是要靠很多的財力等等的力量 我相信是跟十八、十九世紀之後的十三行量貿易有關 聚集了大量的財富 所以有這個能力 看見挺威風的 是蔣先生 是幾隻馬 看著這個圖 他真的從廣州出發 一個是打到福州那邊 另一個是向上打 其實再到武漢 然後再到武漢 再到武漢 所以 你看到北佛的圖 其實這個很有意思 我們可以跟武昌起義的輻射做一個比較 當然 到了1928年 大部分地方已經統一了 之後他們就開始做了一件事 就是用 將孫中山的遺體 從香山碧雲寺摺出來之後 用火車送到南京 然後就過江 然後就在南京那裡 放在剛蘇之議局 就是後來的國民黨的總部 在那裡被人噴雕 你發現 就是 火車經過的地方 又會迎零 會有很多儀式 其實周到也是黨旗 其實這個是一個 我們回看 其實這個是 就是 國民黨統一了中國之後 就用孫中山 作為一個 一個 一個形象 一個新的國家 突出的一個形象 所以 中山寧的整個大典 叫做奉安大典 以前是皇帝皇后 安葬的儀式 才叫做奉安大典 你看到 整個儀式 和整個中山寧的結構 都是建立了一個 新的民國 一個新的逆則 所以 他們也可以說 完成了孫中山的遺冤 下節先說到這裏 好嗎? 多謝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